是,正经揭露 喂,江志愚 这一节呢,都是第二节啦 但是我们都会讲一些市场的资料 跟进 那么我们下两个星期左右 我和你都忙啦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实用的资料 就会给大家的 就,你发现我们这两个星期是不断讲市况 因为市况实态都是讲的 但是下两个星期呢,可能我们两个都会偷偷 那就预先录定了一些 录定了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是 whatever,怎样都好 下个星期呢,我们会有讲 油这个问题的 重头戏来的 大家密切 如果明白的呢 这个油和资源那样东西 对你来着投资啊 各方面都很有帮助 是 至少我有个基本知识 去讲给大家听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油本位 以美金和石油 捆绑的油本位 成为世界经济的基本架构 油本位是绝对是错的 没有油本位这件事的 好,那这一节呢,首先我们回答一下一些 读者的意见 上次你们讲,我们讲这个大陆的地产的时候呢 那有帮网友呢就 在这里大家分享啦 那就觉得 何智光的观察 非常之好啊 啊 就是似乎 想住得好一些 未来 都不是在香港啊 呃,我想 我想主要是想想想未来 过多几年啦 就是这个情况会是怎样啦 就是譬如说 举例 过了几年后 真的大陆流市可能比较稳定啊 因为最近也有些政治风险啦 起码在2017年来说 嗯 起码在19大 但是你过了这个政治风险的特别时间 或者你过了美国 含含含含的加息海两年 那的而且我们真的要想想 如果香港的东西仍然是贵到法温 可能跌了三成你都是上不了车 三成当然上不了车啦 但是还是97那家 低过97那家 好像都未到 现在一月到155的中型指数 三成不是100 就是等于97那家 都是你们受不了的价格的时候 那我们的出路 我也说觉得普通香港人的出路 就是珠海博下啦 不是怎样的 珠海应该可以再便宜一些 呃,大家想啦 大家到时留意啦 就是珠海什么盘 我就不是说我鬼知吗 喂,你们看到 你们各位大哥看到些什么的 你便写在上网那里和他们分享 是啊 那大家可以交换一下资讯 是啊 是啦 那呢 那呢 那现在呢 好,那跟进回啦 是,就上个星期呢 我说过呢 呢 阿川呢 那我就相信的嘛 就是人家说 那么多人说沽 那我就去沽吗 是吧 就是我要,我要 好像福尔摩斯那样 要找到足够的 就是证据 喂,真的哦 这帮大哥说的东西 啊,对哦 我们才做的嘛 那结果搞了两晚 每晚就 看着美股的动静 哇,结果发觉 那帮大哥全部不中了 就是说美股塌啊 美会塌啊 那些那样 就是我又觉得很奇怪哦 因为呢 就是 我这些是小省户来的嘛 就是我见到的资讯 他们都见到的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这帮大哥 真的要服侍他们的老板呢 真的 哇,又阴谋论 阴谋论 是啊,鬼故啊 绑口都阴谋论的啦 邪 喂 真的很夸张哦 不同的报纸 不同的网 网台 清一色哦 有很多高手 哇,都是这么说 真的 其实我理解的 都是政治来的 香港 香港的传媒 始终和 和一些财团 和 和那帮地产商 和西环 都有关系 那 他们西环 有时候 又或者 四大地产商 为什么会想 他们这么说呢 就真的 不知道啊 不尽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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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些 现象明显些 才说他们为什么 就是 由这些例子里面 其实有一件事 重要的就是 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 传媒 或者是网台 他们 就是 那些主持 都很有料的 很OK的 不过大家真的 要懂得分辨 哪些可以 意见是可以接受 哪些意见呢 就是大家听完就算了 不要这么认真 那小弟分享回呢 究竟那段时间我看些什么呢 而觉得呢 就是 他们说的 就 未必是 那么正确 所以上个两个月 虽然他们这么说 我没有作任何故事 这些图里面有多少幅图呢 一二三四五 哪个三 就是大概 十七摺 那里面有点细子 大家不需要 太过斟酌 这个呢 有一大批的 金融股 和 保险股 美国 全部都是美国的 我都见到 我都见到AIG 最熟口面 没错啦 有MITLIF Cityband 有Colmansets 有摩根 都死不了了 总之海啸了这么多年 他们的意见 其他财演的意思是 如果Trump 不能够顺利 通过推翻奥巴马 那个 保健计划的话 那个保健计划的话 即是他废话 他无聊道 接着 接着的政策是很难推的 接着 就是没办法推减税的方案 没办法推基建的方案 我推你推到这么远 是的 即是之前 他们11月美股开始升的一大段 全部都是废的 即是高闻那些升了 140多元升到250元 成100元 都是废的 所以一定要沽 又声明了 我们在这里讲鬼股 不是讲任何投资意见 千万不要当我投资意见 这些是 这些这么多图画 你看到差不多 那代表很大的市值 你见到就是这些金融股 好像我用最左 我用一只大家都比较认识的 那就是高闻 高闻 中间这个高闻 你看到之前一旦旦上去 跟着美股调整 它下来10%左右 现在开始向一条线 底部没有穿的 我只能说它在高位调整 不是它 很多只都是 如果根据这么多幅来说 它说了大家都很相似的 是金融股 下来之后 还未回到平均线 我只能说它是调整 未爆 或者调整完之后继续升 不至于说我要沽空它 它通常下来之后 还行一段时间 可以再向上冲 这些不知道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但总之就不似 暂时来说 未似是爆 一幅图是代表两个月的股价走势 两个月的每一支代表一日 我们看第二张 江志愚 这一张又怎样 这一张令我更加不敢沽 即是沽美股的 原因就是 这里有多少幅图 一二三四五 二十五张 那你在里面找到最重要的 即是很大匹的那些科技股 包括Apple Microsoft Amazon Telstra Telstra 但是很勉强 这个差一点都可以 这一支intel 是最落后的 即是除了intel之外 其他都不太好 因为全部都是三十度角上 然后沿着平均线走的 这一支是Facebook 这个很大只 这个很贵的股票 那有些财员说 沽科技股 大佬怎么沽啊 一看到这个样子 即是 每一张图代表两个月的走势 每一支代表一日 即都不是说短线的图 即是 走得这样 他有他的原因咯 那 似乎 真的是 那些的大哥给错信号 即未必在这个时候叫买 但叫沽 或者甚至要沽空呢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所以 他老闆想 想你沽咯 是咯 就是这样 可能是他老闆想你沽咯 是咯 沽了不代表不升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那一支呢 是 没错 没错 即是他老闆想你沽咯 是 但无论怎样都好 我觉得美股呢 如果这样的坏消息震它不死呢 我不是叫大家买啦 因为始终升了很多 但真的要沽空它呢 是相当危险的事 好了 又回到香港了 上两个星期有一件惊心动拍的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灰三语业 直线下降啊 90度啊 扶你个街 90度啊 大佬 说笑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代表了一些事情 首先呢 它是一家民企啦 一家一家一百亿市值的市值相高的股票啦 那它在一个小时之内跌了九成 接着最后收的时候跌八成半的 它由两个八那里 这个是一个小时做出来的 又又又又两个八那里一飞飞了下去 即是两毛多那边 接着就停牌了 那便爆了一宗新闻出来 那我想大家留意呢 其实呢 2016年3月出来的财务表报告 那虽然呢 差一年啦 那但是呢 有些匪夷所思的 那因为呢 它现在爆煲呢 就说呢 差 即是有 即是原本总资产有成三百多亿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负债去到四百亿 即是差外面街外钱呢 整一百亿的 一百亿的 即是差不多等于半只香港仔的地平 即是其实之前是看不到这个负债的 没错 这个 突然间公布出来的 是的 这个呢 6月3日这个呢 2016年3月 是的 没错了 这个总资产呢 是差不多到三百亿的 这个 你减了下面那些的负债呢 其实大约 大约看下去呢 大约有170亿的负债 有三百亿的资产 那是很健康的东西 即是五十几亿的负债而已 原本就 但现在五十几亿的负债 五十几亿的负债 加上下面有流动负债 有长期负债流动负债 总之这三个东西 加进去吧 那你都是 现在来说 八六亿负债 八六亿负债 突然间变成四百多亿负债 是的 那就突然间多了三百亿的负债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股价也很合理的 我们转另一幅图去看股价的走势 江智瑜 这张 这张就看完 从2014年到2017年 徽山寓业的股价走势 那你见到呢 其实呢 它在上市之后 登过高之后 就一直下来 在2015年就上去 打平来走 它上市的价值都有两元 两个多那些 那即是现在很麻烦的 突然之间 由两个多一天之间 就变成了没有负债 那即是外界来说 它们是察觉不到 原来呢 说有一百亿资产的 变成了没有 现在 兼得负债 即是现在它 少过三毛指的 没有 直接负债 现在它跌到 只剩下四毛多指 然后呢 四毛二指 对了 接着就停牌了 四毛二指 即是它停完牌 可能再跌变先股 没有啦 我担心 我真的很担心 它不会开牌 也听过的 听过停了就永远不开 有些是开到 有些是不开 那些等很久了 如果有股 我听过等十年 都有 有朋友 有这种就真的 我觉得 真是 很不幸 这件事 其实这只股票本身 没人猜到它是 是妖股 妖到这样的 那 那 留意呢 就是呢 借得最多钱给它 那个呢 是 是中银行 也有 借了成 如果没记错 对了 三十三亿的 即是说 现在我们这样去看 即是说 这些的 直接点说 民企股 可能有一些 舞弊在里面发生 有一些非法的事件发生 甚至 相信有一些假象 是会计上面的不诚实 当然我 我相信我这个节目 我想辉山也没有钱 告我 委谤他 但是 我照报纸读 这些真的 我真的有怀疑 怎么可以不怀疑呢 你百多亿的负债突然间变成四百多亿 那三百亿是否拿来去美加澳楼买楼呢 还是拿来香港买楼呢 真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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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辽宁省 我听其他财员已经说了 他们要将GDP 减负十几百分比 真是很厉害 这只辽宁省其实是辽宁省的 整个省的数字都是软了 这么大件事? 报错 报错 之前错了 现在要重新调整 我记得以前也有很多只古灵精怪的东西 有一只是化工股 我听见有一只在辽宁建荷兰村 整只没了 很多很多这些 我想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买香港某些民企也好 央企也好 怎么也好 真是想过自己的风险 不要一注独赢 小小地玩一下 无妨 但如果要多的话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事实上 我们对中国的回归系统 我们心里面 不懂 我直接说我是没有信心 哪有懂看一不懂就没得玩呢 你这样可以突然间 百几亿变四百几亿 多了三百亿负债 真是要命的 江志愚 那顺便说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爆了煲之后 因为股票 陆陆陆陆陆有银行出来 认为自己借了钱给他 四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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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亿 现在这家民企 背后 他未必真的有那么多民企 可能背后是某一些官员去照他 令到他 可以闻到那么多银行借那么多钱 就是 那个政语商又乱七八糟了 然后借完这个人 索性就 逃空了 然后现在可能流亡走路 我想逃空的人 已经逃走了 现在大股东 就坐在那里 给大家问 那个可能是看死鬼 可能是看死鬼 他是最多 shares 我看大股东 他抢的方法 叫做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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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这个人 掛名 就叫做 什么大股东 对 没错 我也听过 例如赵薇 那些人 那些是无端端就是 又是认识阿肖 建华 那件案 其实这个人 根本是一个艺人 认识鬼 做生意 突然间 什么龙眉 上市 龙家眉 阿眉 照明的眉 嗯 那他上市 就不知道 变成股神有几十亿身家 嗯 浮市职有几十亿 那这些又是古灵精怪 就是 就是 这些背后 可能有个 beneficiary owner 就是 其实他是 啊 就是指板人 就是 有出个名字 用来帮你顶名声的话 传闻 啊 我也是看报纸说的 就是 其实我真的没有落幕消息 就是 就是 根据那个 就是报道 那么了解 爆爆前那天呢 主席都还在 总部开会 啊 啊 叫了那些银行的 那些 债团人啊 那些DM经理说 籌钱啊 籌150亿 啊 就是 就是 不知道是谁涂空 对啊 开完呢 第二天呢 就 第二天回来呢 股票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可能 那个主席是傻子 但是那个CFO 那是谁呢 可能那个CFO 可能就很肥子了 是啊 没错了 那总之是 告我啦 大家 就是当买卖的时候 真的 真的 小心一点 啊 嗯 我直接一点说 民企爆煲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算啦 我也是说一句算 不要烦啊 直接不要碰啊 不要烦啊 你烂鬼民企 你国企我们也有点不开胃了 何况你这些死人民企 你都离了大土 真的 跌九成 那就好了 那这一节好像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一会儿再 不是啦 下个礼拜 回来见 是啦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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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